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7号发表声明 宣布香港不具备高度自治状态 蓬佩奥已告知美国国会 香港不再继续适用于美国在1997年7月之前的法律待遇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网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27号裁决 中国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孟晚舟的引渡聆讯 符合双重犯罪原则 但她不会即刻被引渡美国 聆讯将进入第二阶段 法院裁决美国对孟晚舟的指控在加拿大也构成犯罪 符合双重犯罪的法律标准 但法官强调 本次裁决不涉及孟晚舟是否犯欺诈罪的判定 引渡聆讯将于6月进入第二阶段 届时将就辩方提出的孟晚舟在孟晚舟在孟哥华机场被捕时 违反宪法权利进行控辩 2018年12月1号 加拿大警方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孟晚舟 美方随后提出引渡要求指控其隐瞒华为和伊朗的业务往来 对汇丰银行欺诈以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 在本周将会宣布采取关于中国的重大政策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国务卿蓬佩奥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中 两人就限制中国学生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的问题进行了磋商 当记者向特朗普询问是否会限制中国签证 以及是否会对中国颁布香港国安法制裁中国时 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本周宣布决定 白宫发言人当天表示 特朗普对香港国安法感到不安 感到不满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27号表示 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制裁行动 目前正在权衡制裁的手段 美国新冠疫情仍然严峻 至今已超过10万人死亡 但总统特朗普经常在出席公开场合时不戴口罩 他更嘲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戴口罩的造型 惹来外界猛烈的抨击 特朗普最近更在推特转发一则贴文 嘲笑拜登25号出席纪念阵亡士兵活动时戴上黑色口罩的做法 在白宫记者会上 面对记者的追问 特朗普却强调自己没有批评拜登 只是质疑拜登在当时那样的室外环境下戴口罩 而在室内却不戴 拜登随后在接受访问时形容特朗普的言论愚蠢 更批评他作为总统在疫情中没有以身作则 有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有67%的美国受访者认为 特朗普出席活动时应该戴上口罩 参议院多名资深共和党人日前对于是否还会制定防疫法案态度有所软化 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一改口风表示将于下个月讨论制定下一项防疫法案的可能性 但他表明参议院绝不会直接审理众议院早前通过的总值3万亿美元的救济法案 麦康奈尔重申法案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必须加上条款 为疫情期间重启的商业提供责任保护 近期全美小企业利益备受关注 议员们也各自计划对小企业援助项目薪酬保护计划提出不同的修改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霍耶不排除众议院会将早前通过的救济法案进行拆分 将拆分后的条款项目分别提上议程 休息一下 网络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疾控中心本周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新指南中指出 用来确定人们是否感染过新冠的抗体测试可能有一半是错误的 由于检测不够准确 因此不能基于抗体结果来做重要的决策 抗体检测通常称为血清血检测 旨在寻找对感染产生免疫反应的证据 但疾控中心表示 血清血检查结果不能用于决定人们是否可以进入聚集场所 或是否可以复工的标准 因为测试受被测人群中的覆盖率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假阳性或假阴性的结果 公共卫生专家指出 误报会使人们认为自己已经感染过了 实际上并未受到过感染 现在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被感染过的一次的人是否能使人们对此病毒免疫 新指南中支持需要卫生官员使用他们能找到的最准确的检测 并且可能需要对受试者进行两次检测 加州州长纽森26日宣布 即日起加州的理发店和发廊在完成一系列调整后 即可恢复营业 而加州疫情的中心洛杉矶郡却不在这波名单之中 纽森表示 加州58个郡中的47个郡已提交证明报告 显示他们都符合加快重新开放的标准 并且已得到了州政府的批准 这些郡包括成郡 和宾郡 文图拉郡 圣布纳迪诺郡和圣巴巴拉郡 纽森指出 根据现有的指导方针 要求所有店家遵守表面消毒规定和物理距离指南 店家可提供与头发相关的服务 但是涉及到触摸顾客的脸部的服务目前仍然不被允许 州政府官员建议店家需采取预约制并错开预约时间 并减少聚集 同时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清洁等必要的安全措施 明尼苏莱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白人警员 日前在拘捕行动中导致一名黑人男子死亡 涉案的4名警员26号被解雇 而联邦调查局拯救事件展开调查 网上流传一段路人拍摄的视频 显示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被压在地上 扣上手铐 警员则用膝盖顶住他的脖子 期间弗洛伊德说自己无法呼吸 不停哀求 但警员没有改变姿势 时间长达5分钟之久 弗洛伊德挣扎呼喊时 另有警员在一旁呵斥 有围观民众要求警员放松压制 但警员不予理睬 弗洛伊德其后失去知觉 被抬上担架 最终宣告不治 警方指弗洛伊德涉嫌欺诈罪 当时拒捕 但视频引发重怒 大批民众上街示威 并前往警局抗议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 世界主题公园周三表示 计划于7月11号开始分阶段 重新开放其魔幻王国和动物王国公园 而爱博卡特和好莱坞影城 也将于7月15号开始开放 迪士尼主题公园拥有7万名员工 公园的重新开放 对迪士尼和整个全球旅游业来说 是意义重大 迪士尼正在采取多项措施 保证安全重开 该计划于周三上午 由佛罗里达州城郡政府批准 目前正在等待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罗恩·德斯·桑斯批准 该公司的最新的收益报告中透露 其公园和体验部门 受到上个季度疫情的打击 盈利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58% 在全球停产后的短短几周内 就减少了10亿美元的利润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的载人龙飞船 今天准备首次执行载人上天任务 但受到天气影响 飞船择日升空 据了解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宇航员 鲍伯班肯和道格赫利之后 将随列营9号从佛罗里达州 卡纳维拉尔角肯尼迪航间中心升空 前往国际空间站 两人在2000年被临选出来 均拥有两次执行太空任务的经验 龙飞船在进入太空轨道之后 班肯和赫利将会测试 载人龙的环境控制系统 显示与控制系统以及推进器 他们将会在靠近空间站的过程中 监察自主停泊系统 并成为国际空间站的团队成员 在空间站 他们将会继续对载人龙飞船进行测试 以及完成空间站的其他相关任务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